大家好,5月8日,星期一 差不多都好得七七八八 已经没了低烧了 昨天有点喉咙刺痛 差不多收费节目到昨天晚上 我才拍摄,因为喉咙挺痛 但今早起床,基本上已经好了大半了 当然,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些声音 我估计过多两天左右 再做一次快刹,就应该没事了 通常我都是外卖 最多都是走出去买外卖 就无糖食,免得传染人 跑步就... 昨天好像是红雨 今早上也有黄雨 我估计今天也未必能跑步 其实水也未必会游住 怕传染人 至少等自己快刹之后 就没事了 一两天后才去好一点 免得传染人 是吧 好了 一会和大家说 开了一个后备频道 为什么呢? 有些读者留言都说得对 用英文台好像比较坏 所以我们改了一个后备频道 叫做《香港民心》 我就删除了《中国民心》 这个字 为什么删除了《中国民心》呢? 这个字 后备频道只叫做《香港民心》 稍后在下面的画面和大家说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页面 你要看到我特意写了 大家记得马上订阅我们的后备频道 在YouTube下方有更多完整资讯 按下方 有一籃写着《后备频道》 《香港民心》 按进去 你会有一个YouTube影片 让我公开了 大家按进去 订阅就行了 当我们的画面时 最后会详细一点 чем一两个画面 好了,大家看到我们的封面 香港成立了关爱队 其实今天真的很少新闻 大家如果看看今早上星期一 我很少看到香港新闻少得那么厉害 幸好我们过去那三四天 我们继续新闻 否则真的做短打搞定 因为新闻真的少得很厉害 其实大家都看到 五一四天玩完 这个消费券又玩完 我想消费券也入于最省的 我仍有五百多元 即是三千元的消费券 我仍有五百多元 我想大部分的人全部都花光了 所以香港又回归平静了 然后如果你再等 就要等10月1日 即是第二个黄金周 昨天本来有过沙田的美食节 刚刚遇到红月 又有人吵了 大家看回螢光幕 你看到关爱队 有个誓司典礼 不知道 为什么关爱队也要誓司典礼 我真的不明白 其实是要去打仗才会去打仗 现在很多国内的人来了 你现在不是去打仗 你好像去关心社区 你现在关心社区还是去打仗 是不是 我真的不明白 现在很多香港的人 回到国内考察 你会看到那些 好像打仗 那些女生操到 即是我们要有一个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一直操作 那你也复兴了 那为什么每天都要做中国梦 我都不明白 人家都在做 现在Tim Cook 说什么 他说 我现在有一个印度梦 你常常是梦为无用 人家真的有一个印度梦 这个梦大复兴 你的梦不跟我的梦 对吧 你会看到 一会让大家看看封面 现在的关爱队 是奔虚这么多人 我想问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是奔虚的一部电影 其实是一部电影 好像我老爸在香港看过 这部电影 我回看资料 也有五多年 好像在香港重播过 好像在香港重播过 好像奔虚是一个人 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人 里面的场面很浩大的 所以以后的人会说 哇! 奔虚的场面 就是说场面很浩大的 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 我不知道 加上这个区议会 基本上香港已经布下了天鹅地望 如果大家看看 其实关爱队 都是民政事务处 现在的区议会 就是民政专员做主席 基本上两个都是民政事务处 所以我不明白 我不觉得是什么民间的组织 因为上面都是民政事务处 是吧? 好了 那怎样呢? 你身边总有一个人关心你 你这么关心就不行 基本上香港人 其实加快走投 大家稍后看回那个 我就知道 如果你每次都唱红打黑 是不能做的 你成立一个关爱队 是照顾老人家 照顾社区 当然大家都知道 主要就是石齿饼 是吧? 即是区议会 就吃了一股 接着关爱队 就吃了一股 但你永远 用一些 我们在Patreon也说过 一个运动式的东西 香港人或者全世界都不会接受 这些我是叫做运动式 好像以前那些 就是三面红旗 全部都是誓师出发 那类的东西 誓什么诗呢? 你现在是社区而已 因为我给大家看看 中电那些去派饭 那别人是不是中电 又要誓师出发呢? 你派饭而已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你很多事情 用一种运动的模式去做 譬如清零运动 这样 接着退林还奸 这样 接着呢 就是共富 接着 即是你永远 用一种运动式的东西 那些人就会想起 当时毛泽东 那些人就走投了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 那我稍后会和大家说 也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 后备时事频道Patreon 那我们稍后会在第二个画面 会说的 好了 鑽石狗上升135% 美银也升了60%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美银有几个股票 是做得挺好的 那一只就是Google 那四年之间 其实它叫做差的了 那就是升了90% 即是有那个 表现给大家看的 那接着 Apple就升了120% 三年级 那麦 Microsoft 亦都差不多升了一倍 三年级 那其实在我们 即使这个台积电 我们都升了五成 49% 那有很多读者 就会串 扯板主 你说的那些大价股 个个都懂的 那你有没有买? 那你有买? 你现在支付付了吗? 这些是无意思的 是无意思的 我告诉你 有很多人在中间 买苹果虚钱 为何? 因为一加息它就会拖 买Microsoft 一加息它就拖 那直接虚钱 好了 香港说到你的大头股票 那么厉害 你回答我 哪一只可以升得50% 的 这四年里面 我看过 港交所叫做Lag 升了10% 四年了 它有些股息 阿里巴巴 四年前200多元 现在90元 80多90元 腾讯都叫做Lag 比四年前升了10% 你连通胀都追不到 那你说 这些股票都会买 那你没有买 你能不能拿到 对吧 其实是这么简单的 有多难 一点难度都没有 我都没有做过 特别在我们美银的 50万美元投资仓 有16万我们都没有用 其实我用了34万 如果我用34万基金的话 基本上升了一倍 四年之间升了一倍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 投资买一些好的股票 一个可以自由 企业有比较多的自由度 又可以卖到全世界的东西 这些就是了 对吧 这些是大价股 这些不是很冷门的 基本上每天都在报导 所有人都在报导 所以你说升一倍的股票 其实是不难的 不难的有什么难的呢 过去那两年 科网股又爆破 又加息又打仗 它也升到一倍 那当市况很好的时候 你觉得它会怎样呢 对吧 所以投资不是很难的事 对吧 但我们待会也说到YouTube 就是说Google 我们也会说的 现在Google 是面临一个很大的AI的威胁 这个威胁是来自于Microsoft 有时候很多事情很难说的 就是人无千日好 花无八日好 对吧 大家如果还记得 当时 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90年91年代 有一个做报导 我忘记了一个名字 当时我们也是AM 他叫阿凯 当时我们公司 当时我们公司是全美第二大营导 在尖东很大 有两个办公室 那里有200多人 我们公司 不是说笑的 那他们跑上来 那他们跑上来做什么呢 托着那个大哥大电话 那时候那个大哥大电话 几万元一个 那时候我们 哇 做报导 这么赚钱 那接着呢 当时还有一个叫什么 报导通 就是闪了在楼梯底的那些 那些报导通 坦白说 如果你现在和年轻人说 什么东西来的 报导通 什么来的 他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蛤 你那个手提电话来的 挡子弹就可以了 但是当时是很威风的 真的很威风的 当时我打电话 不是跟你说笑 我说真的 大佬我们那些口水流埋的 哪有电话 电话 电话都没有 还在用着 BB Call 机 大佬 那些叫寻呼机 中国当时叫寻呼机 我又找老公 BBBB 然后教阵机 我们差不多九二三年才有第一部手机 那个叫做Sony Ericsson 接着最多人用的就是Lokia 最多用那只小招 我有朋友用了很多年 那只小招 接着用一只 长方形那只 这些都是一些很久的故事 你现在和现在的学生说 或者现在的二十多岁说 他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 什么 蛤 普普通 什么来的 叫机 什么来的 大家知道当时在香港 很多人做叫台 突然间有个 一打电话 突然间你跟那个人 吃吃吃吃饭 他到最后去复机 那时候那么神怪 我有几个朋友都是 吃吃吃吃吃饭 复机 什么事 打到你 不是 复机 通街上找电话 那么神怪 电话亭那些 他不是變身做超人 他只是複雞 以前我的朋友很搞笑的 拿著這個 我給你錢吧 他只是打電話 他說真的是水污 然後喝水 以前很好笑的 現在那些人看 你說這些話 你是不是七老八十呢 其實差不多 很好笑的 那時候那些年代 你吃飯那些 突然那個人跑去複雞 那時候是很神怪的 通街都是BB聲的 你千萬不要做賊 你做賊一定要教鎮機 那時候你教BB機是死硬的 警察就是什麼呢? 就是叫做抗胎 那時候香港很多人做抗胎 很多女生 後來男的都有 那我什麼時候有第一部的 第一部的Pager 我們叫做Pager 應該是1991年的 然後我用到93年 就用了第一部電話 Sohn Eriksson 那時候還有計算分钟 有啊 那時候是計算分钟的 只有幾百分鐘而已 一個月 你要很小心 一過了之後 你就會嚴重了 一過了一分鐘就嚴重了 你一定要飛線 一定要飛線回家 一定要飛線回公司的電話 否則你就這樣打緊爆機 那當然現在什麼都沒有 這些是吧 現在還有智能電話 所以問題就是 江山代有人才出 一代新人性救人 你說YouTube 可不可以一直這樣澎霸呢 你問我 一般都是十幾年 你看到現在的AI 一來的話 Microsoft這次就捉住 這個黃金機會 我們稍後再說 這些都是一些老故事 如果年輕一點 你真的不知道我會說什麼 啊?暴暴通? 什麼來的? Pager? 什麼來的? 我告訴你 有些年輕人 連打電話機都沒見過 不要說大哥大 他連打電話機都沒見過 當時拍這個 Sony Ericsson 廣告 幾個是主力的 四大天王 黎明 和基 黎明最多拍和基 May 那個個 當時很多的 當時是 郭富城 那些 四大天王 都拍這個電話廣告 現在已經沒有了 大家看到 現在是賣智能手機 是嗎? 所以問題就是 YouTube 已經是十幾年了 你現在看到 很明顯的 Microsoft 就是咬住這口肉 不放的 那Microsoft 可不可以威脅到Google 我回答你 絕對可以 因為我排名全都贏了你的 我排名全都贏了你的 我們稍後再去 另一個畫面 這就是關愛隊的全灣區 大家知道香港有多少個區嗎? 根據政府分選區也有不同 根據香港實際有多少區也有不同 這兩個數字不一樣 大家現在看上去 看看這個 全灣區的關愛隊 他叫做誓師典禮 我不明白為何要用這個字 因為你要知道 你是一個社區 關心老人和社區福利的隊 是不會有人用誓師典禮的 即是不會有人用誓師這個字眼的 誓師是什麼? 誓師差不多只是用在打仗 出行 你說公司要爭取業職也可以 但是做社交平衡 沒有人用這個字 很奇怪的 你誓師什麼? 對 你只是幫助社區 只是幫助弱勢社群 跟誓師有什麼關係 這些就全部都染紅了 大家看到那個標誌 寫著什麼?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 即是民青局 接著有一個民政事務處 現在那個 大家看到現在在街上擺街站的區議會 其實都是民政事務處 主席會是民政專員 即是兩個人都是under政府 不如你叫政府就行了 他很喜歡改一個 局外表出來很好聽 好像民間團體 實際上根本全部都是政府 所以你看到差不多奔虛這麼多人 坦白說 待會跟大家算一下人數 你身邊肯定有幾個 那就拿到一些互助委員會 那麼你這麼多人關心我們 那麼香港人更加走投 所以不要說那些人為何移民 坦白說 如果這些人這樣在你身邊的話 其實在你身邊你也不知道 是嗎? 其實你想不想? 香港人想不想? 你告訴我 我待會告訴大家 我在街邊觀察到那些 我好像見到屈永賢 她戴著口罩 出現了十多分鐘 然後離開了 我也站在那裡觀察了一會 很多人走過 叫人簽名 一會兒告訴大家 我看到的結果是甚麼 有讀者問 是否有人投訴你呢? 其實很多可能性都有 很多可能性都有 但我很相信 一般來說的YouTube不會去看一個 兩年前的影片 你問有沒有人投訴 不奇怪 坦白說甚麼都有 是嗎? 即是你出來說話的 坦白說一句 大量的香港所有的 其實無論是藍王甚麼都有 你都會被人投訴 很多的 很多會被人投訴 有些讀者甚至說 喂 我留言而已 寫維尼而已 連帳號都沒有 是的 不是停了 是連帳號都被人禁止 那麼 維尼本身不是一個 在YouTube的法律中 不是一個被禁的 其實不能解釋 不能解釋 當然有人會一直看回舊片 我非常覺得是YouTube裡面的人 為甚麼呢? 一般人很難會看回一個 兩年多前的影片 我自己也忘記了 不要說他 兩年多前 我自己沒甚麼所謂 我說了就算了 所有我所謂的東西 我都不留下 差不多兩三個就刪除了 我最主要是可以說到東西 我又沒有收入 我留來做甚麼 大家聽了就算了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應該是YouTube裡面的人 我不知道他有任務還是沒有任務 他故意找到這段影片 噢 你當時說過這句話就禁止了你 YouTube是馬上回答我 他說我們其實已經 仔細審視過你的影片 你便是違反了 說完 所以問題是 他再有一次 就不需要再做警告 他會即時停止你的頻道 一個星期 你不能夠上傳 也沒有人找到這個頻道 如果再有第二次 他就整個頻道可以禁止你 所以希望大家看到這個之後 其實有一、二、三、四、四句話 簡單說一句 我開了一個香港民心的後備頻道 你問我為何關了中國民心呢 中國民心、香港民心 這個名字是2016年10月做的時候改的 你問我現在中國的民心是甚麼呢 其實只不過是吃飯的 現在的中國民心只是吃飯的 為甚麼呢 原因是 因為當時來說 中國是挺富裕的 還有些人談論政治 你現在在網上聽到的 那些不是網民 我再說一次 那些叫網軍 那些不是網民 你現在如果看回國內 一般人都是擔心飯碗 我不會去擔心那些權貴 以及有錢的人 因為 應該是他幫助我 那我為甚麼要關心他 我何必要關心李嘉誠 我關心自己好過 一般的老百姓來說 其實現在是個吃飯問題 當一個地方牽涉到吃飯 就業問題為主的話 其實沒有甚麼政治 政治都是圍繞這些東西 所以沒有甚麼中國民心可言 中國民心現在 一般我們基層的老百姓 都是最重要是保住這份工作 希望有飯開 幾個月前 我看國內的影片 還有些人說 進工廠打螺絲16元 當然不去啦 是否才我繼續讀書 現在 工廠打螺絲 12、16元 每月都不重要 為甚麼呢 我們在Patreon也說過 有很多 借貸 買樓 大家不要以為 那些老闆賣了一間廠 很過癮 他賣了一間廠 不能新的 是因為那些東西他借回來的 為甚麼你看到那些老闆哭 甚至是 即是 進入瘋狂狀態呢 因為他那些錢借回來的 你賣了那些機器不值錢 就像廢鐵地扔 他欠了一屁股債 他變成老賴 不是他老賴 他的子女也變成老賴 你不還錢的話 你交通工具的子女 讀書 學習都是沒有的 那另外還有甚麼 另外就是 中間信了 二胎三胎 再生多一點的時候 就更加嚴重 所以現在中國一般的老百姓 基本上就是吃飯問題 工作問題 還債問題 這些已經沒有民心可言 去到基本上 大家知不知道呢 我媽媽 即是我媽媽 在下來香港之前的十幾年 他經常說兩件事 他說第一 十幾年他在中國沒見過錢 都是那些糧票 第二 一個月三十日 起碼有二十六天是癌肚餓的 有一、兩天可能吃得飽一點 那癌肚餓吃甚麼呢 就是地瓜 番薯、番石榴 米、油、豬肉等等 那些就要配給的 就是拿糧票去拿 那一個月差不多 他有二十五、六天 其實都是肚餓的 就是肚子也是要捱肚餓的 香港人 甚至是香港的寵物 都沒有捱過肚餓 所以那些人不知道是甚麼 那這些就是中國人的吃飯權的問題 所以你再說中國民心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我說基層那些 那些有錢那些不在此年 我不需要關心他們 因為他應該關心我才對 他有錢比我這麼多 他喜歡去哪裡都可以 所以我們的後備頻道 就叫做香港民心 簡單說一句 大家進去 卡進去 看到有一個後備頻道 香港民心的 那你卡進去那條YouTube的影片 有一個像這樣的畫面 大家點進去訂閱 這樣就可以了 我暫時不會放影片上去 為甚麼呢 如果你放了影片上去的話 有機會如果那條影片被禁止了 我便連這個頻道都被禁止了 但萬一大家看不到這個頻道 有任何影片出的話 那我就會把這個頻道的所有影片 放進去那裡 那大家仍然都可以 訂閱了的話 你就照顧可以看 或者訂閱了 即使沒有給你的話 你也可以點進去看 那你就不會錯過了 否則你聯絡不了我 第二個方法 其實最簡單 就是加入我們的Patreon 其實Patreon 其實是可以公開的 即是不用付錢也可以的 但是Patreon 其實現在YouTube最大的問題 就是你要用它的伺服器 其實Patreon也有伺服器 但是大家知道 Patreon始終是小公司 那你要用它的伺服器 你是要付錢的 我們的訂閱人數 其實是不足1%的 是不足1%的 所以如果多一些人可以 譬如多一倍的人數 你不要以為萬多港幣一個月 因為我們只是5元美金一個月 5元美金一個月 其實一餐早餐都不足夠 其實錢是 這樣就可以一個月了 當然裡面有些錄音 只是Patreon的頻道才有的 如果大家多一倍的人 訂閱Patreon 我就可以用那個錢 用來租了Patreon的伺服器 然後很簡單 影片放上去Patreon 付費的可能聽了兩個小時 然後就開啟到我 大家都可以聽到 那YouTube是否閃閃 我就不理會 那我可以在YouTube再開其他頻道 那這個其實是最佳的辦法 其實大家如果心碎清 你都會想到 現在所說的什麼世衛理由 當時2021年 香港很多YouTuber 都已經用Patreon 你有沒有聽過Patreon 因為這個原因 而禁止他們的影片 沒有 有沒有聽過 沒有 所以這些都是借口而已 當然如果YouTube的影片 是運作正常的話 我們會照舊使用的 那大家只不過是有備無患 但這個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很簡單而已 他隨便找你一條影片出來 然後我就禁止你的頻道 一個星期 然後再找多一條 封了你的頻道 所以問題是 我從第一天開始 我記得很早期我提到 我從來沒有想過用YouTube賺錢 為什麼呢 大家記得在神雕俠裏 我講過的公孫子 他太太叫求千赤 他練武功很怪的 是練了十幾年的 他的功力很高 不過他不能碰身分 即是不能碰血 他一碰血就破功了 那麼求千赤就說 他說你練武功 難練二破是廢的 是可能你很多 即是可能你很多 你是 即是中間賺很多錢 但其實如果你看看條款 不光是YouTube 你VChat TikTok 其他不光是中國 Facebook那些 全部都是一樣的 他不需要給你理由 我就可以禁止你 我一禁止你 你所有的努力 付諸流稅 你之前賺多少 我不會做這些事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喂大哥 做這樣的生意 不如不要做 做來做甚麼 對嗎 所以問題是 你問對我有沒有影響 沒有就沒有 無所謂 只不過一件事是 讀者一定要想聽 希望大家可以做了上面這幾件事 你做了這幾件事 即使頻道沒有了也好 大家都還可以繼續聽到 付費讀者是不受影響的 大家要記住 因為付費讀者 第一你有我的電郵 你可以聯絡到我 第二只不過我發電郵給你 哪裏都可以發電郵給你 Rumbo 也可以發電郵給你 Patreon 也可以發電郵給你 甚麼都可以發電郵給你 付費讀者是不受影響的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馬上就去YouTube下面 按進去 你按進去 然後那條影片 你會看到一個像這樣的畫面 然後你按進去订阅 這樣就完成了 暫時不會放影片上去 如果你看到中國民心 這個沒有影片推出的話 你就去那條頻道看 如果正常訂閉了 會有個影片推出給你 那就可以維持住了 也希望大家真的加入Patreon 加入了Patreon之後 我們不會像蕭生那些 多少錢一個月 多少錢一個月 我們沒有這麼本事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為甚麼很多蕭生 很多外面的YouTuber 他因為害怕這些政策 所以他沒有辦法不跟進政府去做 不能不跟進 一邊你玩完 我當你有六千萬的訂閱 你一招之間就可以收你皮 所以沒有意思 大家看到我們的訂閱都還沒過六萬 經常有讀者跟我說 為甚麼你都不叫人訂閱 我為甚麼叫你訂閱 我都沒有收入 你喜歡就訂 你不喜歡就算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基本上世衛已經宣佈了 不是最高警暴級別 基本上已經說了大流行結束 即是這個新官 居然還找到一條兩年前的影片 這些大家心照 說穿了大家都沒有印 其實有時YouTube也挺討厭我 有些讀者就說 是不是你的觀看率高了 我告訴你 2019年我的觀看率更高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有一段影片 講時事 將來我不知道 我講過幾次 我亦不想整天掛在後面 沒甚麼意思 做到就做過 我們有一段影片 講關於謝Sir 五過兩天 九十七萬秒 在香港 即是以現在來說 講時事評論的 沒有人能夠破 講時事評論 不是講其他 九十七萬秒 當時我們 2019年的影片 一推出就八萬秒 好了 突然之間 到了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中斷 即2020年 跌到萬多觀看率 突然間跌 我們是慢慢慢慢做上來 為甚麼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 你沒有收入 黃標 你又不是紅標 即是你黃標不到我 我都沒有收入 那怎樣黃標我 怎樣紅標我 對不對 對嗎 這樣便會減低你的流量 他能夠做到 現在沒辦法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投訴 還是裡面有人 對吧 那便找到一條片 他可能找到很多條片 我不知道 因為我講過這麼多 我沒有辦法逐條去看 如果你現在有這個煽動罪 更容易 要拘捕你很容易 現在有煽動罪 現在有煽動罪 要拘捕你 是非常容易的事 所以問題是 在他來說 我便拘捕你這條片 拘捕你這條片 你便由他來過 那你的影響力便沒有了 其實就是這樣 其實他做的事 你便好像Facebook一樣 你看看Facebook當時 喂大哥 Donald Trump當時 仍然是總統 拘捕了 Twitter也是 Twitter也是 Donald Trump當時 仍然是總統 我就拘捕了 好了 那現在今天的Twitter是怎樣 今天的Twitter已經拘捕了九成的人 我告訴你 如果AI是上升的話 Twitter是會倒閉的 其實Twitter要走入歷史的 所以我經常說 你替人頭者 人亦替其頭 你今天現在Facebook Facebook為何還可以保持 你以為股價升了很多 Facebook其實是大裁員 他是在虧錢 很多東西是沒有增長的 大家知不知道在過去的 不夠一年 Mark Zuckerberg 元宇宙用了三百億美金 是甚麼都沒有出現過 好了 現在Donald Trump 讓你用回來 別人都不敢用 現在有多少人用Facebook Live 你告訴我 哇 2019年之前 每個人都用Facebook Live 你看看現在 有多少人用Facebook 好了 問題是 如果調查AI 真的成為了一個新的潮流 坦白說 這些是走入歷史的 那為甚麼我會說 Microsoft 不可以輕視呢 因為問題是 其實如果它對 它的假想敵很明顯就是Google 是嗎 你看到Amazon沒有反應的AI 蘋果也沒有 蘋果就是正在開印度市場 而成功了 真正鬥的 其實就是 Microsoft 和Google 而Microsoft現在在做甚麼呢 跟NVIDIA一起合作 跟著 贊助 我出賣錢 AMD 你和我一起 去做一些AI的晶片 補充了NVIDIA不足的地方 NVIDIA那些可能用來做在Gaming 而這個 AMD那些晶片呢 就是做在Notebook 或者其他範疇裡面 為甚麼 為甚麼這樣做 第一件事 你現在收購不到報酬更加好 大把錢 Microsoft 所有Google有的技術 Microsoft都有 大家都是 印度人 錢我比你多 有甚麼技術 Google有而 Microsoft是沒有的 沒有 沒有 真的不是開玩笑 當我搶到一個遊覽器的時候 我要做一個 即是這樣的短視頻 或者這樣的視頻的伺服器 有多難 Microsoft的伺服器比Google大 所以這個問題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東西是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當然 如果Google可以 開到印度市場 還是計算 因為印度 你一開到就不能計算 其實為甚麼大到無論 一會兒我們說 大家也會看到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當時的YouTube 是差不多閉上的 大家知道嗎 當年的YouTube 是差不多閉上的 幸好Google收購了它 然後用一個遊覽器帶起它 就是這樣而已 有讀者有提到啤梨 我也有進去看看啤梨 啤梨就說 為甚麼他們的頻道被人整個閉上了呢 好像就說它在YouTube上 轉載一些TikTok的視頻 這個當然是 是吧 因為TikTok其實是跟YouTube相差的 但是坦白說 兩個 即是TikTok和YouTube相差 我都沒有提 因為我真的沒有空想看 我真的沒有空想看 那你在YouTube上 轉載它競爭對手的東西 那它便會找些東西來禁止你的影片 即是禁止你的台 不是禁止你的影片 是禁止你的台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啤梨就是這樣說 所以在問題裡面 甚麼可能性都有 最簡單的事情就是 保持著大家可以聯繫得到 有甚麼問題 你會知道 去哪裡找到 這樣就搞定 所以最佳辦法就是 大家點好後備頻道的訂閱 然後加入Patreon 這樣就爆沒走計了 好了 大家看到香港的 自從前兩天 剛剛是星期六 譚德塞宣佈新官大流行結束 其實香港的社區中心也走入歷史 5月13日 全香港的 驗新官 檢測中心檢測站 全部停止運作 即是這個星期六 正式就要看看歷史 看看YouTube 看看我們之前說的那些人 才知道 有新官 即是你跟你的後代說 哇 當時香港很糟糕 這樣他真的不知道你說甚麼 是吧 但是呢 這幾天也傳出東莞 再次展開八天核酸檢測 這是真的 為甚麼呢 官方有正式確認 但這不是強制的 自願的 每人每次檢測 是十三個半 為甚麼呢 因為五一王金州之後 大量的內地人中招 我也懷疑 即是我中招 會不會真的去 吃自助餐而中招 你也不奇怪 這個有機會的 因為你不知道很多內地人 所以大家看到的問題 在5月6日到13日 在東城街頭 就有核酸檢測站 就是十三個半 暫時官方說 這不是強制的 這只是自願的 那你說再多些人 我就不敢說了 會不會自願變成強制呢 這個我就不知道 當然 原來不止香港有打鬥 原來澳門也有很多 大家可以看到 在澳門裡面 有很多罪案 有很多街頭MMA 是在賭場裡面的MMA 大家可以看到左邊 內地客在銀河娛樂裡面 在左邊的打鬥 你看看是打到這樣的 在左邊 很誇張 十三個人 不斷打 打到那些 即是換錢黨 你不要以為只是澳門 你看看香港 中環又打了 右邊的是今天 5月8日 今天早上的01新聞 你看到那些人打到 好像有幾個 說外籍人喝醉酒 然後大家看到那些扭打 打成一團 二十多人在中環的雲南街 大家出街真的要小心一點 當然 在五一假期裡面 很多內地的網民都回去了 馬上在那些小紅書裡面 就說香港不好 有些人說香港那些建築 百年舊樓像印度 現在我們會說印度 現在中國就說 你人多過我 我們說質素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告訴你 印度人的質素 不及中國人 究竟是否一件這樣的事呢 稍後跟大家分析一下 大家看到一件事 就說喂 就是嘲諷百年舊樓像印度 香港 狗也不理 我又不會生氣 那你就不要來 還有一件事 你不是罵我 我不是你 我住在這裡 你罵回你的同胞而已 是吧 其實我覺得不好 就真的不要來 反正我又不是做生意 對我沒有影響 你說跟最 最高峰期的人來說 我覺得真的少了一半 當最高峰期的時候 坦白說一句 譬如你在太子 在尖沙咀 不需要五一黃金洲 一般來說的星期六日 都比今次我看到的黃金洲多人 多內地客 一般的星期六日 根本就不需要黃金洲 如果他這樣說就適合了 對嗎 再少人更好 對吧 好 希望大家可以 免費訂閱我們的 YouTube英文財經頻道 叫做UN Stock Market Weekly 連結在下面 這星期我會把收費版放在網址上 如果大家有興趣 訂閱我們 五月份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收費版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看看片尾的付款方式 這樣就可以了 昨天在沙田 有美食節 其實很多網民都會說 稍後再說紅月 很多網民都會說 其實你長租是免費的 坦白說 你特區政府這樣送錢 即是換不到繁榮 你現在只有一招 全部送錢 是吧 好了 那麼 消費券用完了 3,000元 我都用剩下五百多元 大家應該都用光了 五一 很多東西都是送的 又是完結了 好了 現在大家看到 這個美食節 連這個 攤檔也是免費的 好了 大家看到 其實 反應是一般的 大家都看到 很多東西是很貴的 六粒 魚蛋 30元 你問我的 我不會吃 不是說 知不支持的問題 而是說 價錢 超出得太多 其實 彈撻10元 是可以的 兩個雞蛋 30元 那怎樣吃呢 是吧 即是你跟外面的 相差很遠 當然他們會說 人工也是很大成本 你不可以 脫節太多 是吧 這是 我講句公道說話 即是你進去支持的 那是沒問題的 你說肉丸雜錦 20皮的 OK 那你說 30元 兩個雞蛋 那我就不會吃 其實 這個就是今早早上的東方 你看到 紅魚 是收了一堂的 但是呢 它 怎樣說呢 這些主辦單位 其實都沒有什麼 攪拌的 你看到紅魚 那些 下雨下得很厲害 其實那個 那個帳篷是受不了的 很多那些 就是店裡 基本上是進入水 進入水 就沒辦法 那些貨物都不接 那有很多 因為 那些紅魚 差不多 好像兩個多小時 差不多 有很多 他們在沙田公園 停了三小時 基本上有影響 但是如果沒有長租 你就不會罵得過 即是他不收你的長租 你就不會罵得過 主辦單位 因為我都不收你的長租 所以有時候人算不如天算 簡單說一句 你真的想 什麼關我的隊 你問我 待會我們才會說 大家多餘 你簡單說一句 中電那裡派飯就可以了 不用搞這麼多東西 什麼誓師大會 別人派飯 要不要誓師大會 你派飯而已 你不是打一本仔 你不是看到螢光幕 8日開始 即是由今天開始 一年六日 向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 送出飯餐 大約是2900分 免費飯餐 會透過中電旗下 四間飯堂送出 這些便是最簡單的 是不是最簡單的東西 吃飯 醫藥 小孩讀書 這些是最簡單的 根本就不需要 細思搞這麼多東西 就好像演戲 做給別人看 我們現在搞了 我們來吧 關愛隊 如果現在有關愛隊 你們那些 那些乞丐就不怕了 我們有人派飯給你 要不要做善事 要不要這麼大聲 什麼事 坦白說 這也是 零一報道而已 否則 你也不知道 是吧 不是中電說的 你不要搞錯 不是中電說的 是零一說而已 你看看我們那關愛隊 很厲害 哇 賣行高白 賣來做什麼 你真是做善事 不用人知道 好像是可白 何柱哥哥的阿爺 阿爺不是他 不是他老爸 因為他爸爸早死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就是看他表現的方式 你也知道他想做什麼 別人真是去做善事 你要看明哥那些 都是記者去訪問他 明哥沒有告白 是吧 好了 說回這個區議會 召集所有人到大區 這裡是不是灣仔 你看到 N年沒有出現的曠美雲 走下去叫街坊簽名 支持這個區議會 管浩明又出來 不知現在陳同佳在哪裡 你叫內地遊客簽名 了解一下香港區議會 你叫內地遊客 了解香港區議會來做什麼 關他什麼事 是吧 其實管浩明這些都是暗咎的 因為 國內是不想別人知道有選舉 國內是不想的 你還有一個直選 雖然只有20%而已 但有個遊客又說簽名 你問問他什麼事 他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信和的老闆 黃志祥 他說是路過的 路過街站 突然間路過 你很路過 他以為路過 接著簽名了 我告訴大家 我自己觀察的結果是甚麼 我在那裡站了三四個字 接著是一間大家樂的 我進去買外賣而已 但剛剛那段時間也挺多人 差不多我都等了四個字 門口有兩位大姐 他就叫人家簽名 其實人流是很旺的 很旺的 結果是甚麼呢 結果我出來 20分鐘之後 那兩個大姐 那個 即是他叫人家簽名 那個 仍然停留在第一頁 是一個簽名都沒有 我聽到有些 一起走 第一角馬路走 有一個哥哥 可能那間是他的女朋友 他跟我說 找鬼選嗎 找鬼跟你 支持你的選舉嗎 多鞠魚 但他在旁邊聽到很細聲 你也不是選舉 選你為甚麼 這就是真實 真實就是根本 你想想 一個市民 我想在那二十分鐘內 真的 六七百人都有 是一個簽名都沒有 沒有人簽名 你看看螢光幕 這個鍾先生 他說 我也不知道他簽了甚麼 是甚麼 不知道 是,政府還對的 對嗎 就是這樣 接著他就告訴你 多少人支持 其實是沒有人 坦白說 是沒有人簽名 他也不知道他簽了甚麼 你說明又走出來 是吧 會點的時候 其實這傢伙已經 我真的不明白 為甚麼這些人還會出來 你說明那些 是吧 坦白說 他叫你出來選 區議會 他沒有告訴你 律法會一樣 所以你看到這次 盧文端說完 市場是沒有反應的 現在香港的市民 他只不過是自己 自己打自己的算盤 看看自己還可以在香港留得多久 自己還可以找到最後一個同板多久 然後跟著走 其實是這樣 所以你再跟他說這些 參與這些民間選舉 去投票 這些是很多語 你立法會就已經很清楚了 是不是才對 你看看最後 只有甚麼 只有一個東方不敗的敵志遠 是吧 你看到江玉歡 現在都收了聲 你看到田少也收了聲 為甚麼 因為夏寶龍說完 一個反對派也沒有 那些人自動會選出來 你不用你去選 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根本沒有意思 他只不過是叫你去選 他沒有說選中你 沒有 他叫你出來選 他沒有說選給你進去 你不要搞錯 即是你這個民主黨 還有默默支持的市民 是不是 即是不要玩了 你要說明 那鄧炳強更加出來 是呀 將來你們開記招 搞講座 找區議員 找區議員 為甚麼 因為區議員是我的人 其實現在的區議會 即是甚麼 即是政府機構 有甚麼分別呢 沒有分別的 為甚麼 因為民政專員 就是區議會的主席 不設副主席 連副主席也沒有 那其實就是政府旗下的一個機構 簡單說一句 那選甚麼鬼呢 那麼多餘 那麼選來做甚麼 我都不明白選來做甚麼 告訴別人有選舉 其實你是政府的 然後我揭衷 這個關愛隊一樣 民政事務處管 即是這個關愛隊是甚麼 都是民政事務處 無論區議會 關愛隊 都是民政事務處 香港如果根據選區有18個 但是真的根據分區有24個 那麼這個只是全灣區 那麼大家承一承 這裡一行有13個人 這裡有十多人 十幾行 即是差不多這裡有180人 180人 那麼大家自己成為一個 二十四區 那麼你就算到有多少人 那裡有幾千人 關愛隊 當然不是每一區都有這麼多人 只是打個比方而已 這裡有四千多人 再加上一些區議會的話 所以一定有一個在你身邊 那麼這些人 即是要誓師出發的 實際上他們想做甚麼呢 大家今天可否可以告訴我 這群關愛隊是做甚麼呢 你有一個目標 你的對象是甚麼 譬如中電的最簡單是他派飯的 那我明白 是吧 我明白他做甚麼 那大家有沒有知道 那這群關愛隊本身是做甚麼 社區事務是甚麼呢 不知道的 是吧 真的不知道 其實我不懂怎樣說 簡單說一句 他就像監視你多 即是朝陽大媽那些多 是吧 你想想區議會區議員就是他的人 整個關愛隊都是這樣的 一來就是分成這個資源 石仔餅總 第二當然是你身邊每一個都是這樣的 那些人就更加走得快些 是吧 我們先說一些兵協 即是兵協和港協 接著也有些讀者想問我 現在 我們待會也會說的 待會再說 簡單說一句 其實兵協已經盜了協 很早期的時候 兵協是盜了協的 現在大家各執一遲 就說 人家現在已經說了 運動員 這麼辛苦才贏得到 在背後 我們知道他是完全 在背後 我們知道他是完全不尊重運動員 現在 通話中的爆發了 有多少隊參加 四隊就對了 是吧 簡單說一句 你只有幾隊參加 你就得獎 根本是完全不會尊重運動員 我們也說過很多次 包括林鄭 香港是沒有什麼去支持體育的 香港是沒有什麼去支持體育的 體育運動員 即是你這份你是得獎 譬如像何思培那些 其實都是報道下的 不是說很厲害 他的成績是做得非常好 但你不要忘記他是一個鬼妹 他有一半血統是外國人 所以你想到一件事 基本上 現在他們所說的爭拗 是否無謂呢 不是無謂 其實是很容易可以證實的 但你看到港協都不會證實 我就說你是有事 是吧 你見到這次 其實坦白說一句 香港人是很失望的 為甚麼 兵協已經道了協力 大家都是同事 你一定要坐到他有罪 那目的在哪裏呢 你不要忘記兵協和港協 你出的糧都是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是否真的想看到你們 咬來咬去呢 這些現在咬到已經好像私人恩怨一樣 咬到一個私人恩怨 大家不是對這件事 我告訴你有錯 我告訴你錯你就錯 那其實有甚麼意思呢 所以問題是 你看到沒有人想做政府工 為甚麼政府這麼多公務員辭職為這樣 其實對人也不是對事 這件事還有甚麼好咬 已經結束了那麼久了 獎也拿了 那些運動員也沒有心機 其實那個咬法很簡單 兵協就說 我已經交過幾次了 但是他不收 即是主辦那個 即是主辦方那個 他沒有收到 因為我們有了 那港協就說 我最初問你的時候 你說沒有的 你沒有交 你沒有交 我不管他收不收 你就是沒有交 那其實很簡單而已 有多簡單呢 你打電話去問問就知道 是的 他有交給我 不過我沒有收到 因為我們有了 那就搞定了 那他不收你咬我 對不對 他不收你就先咬他 你是不是叫人家主辦單位 他不收你就換了這個人 這樣不行的 只是打電話而已 為甚麼不打呢 因為我想挫死你 因為我想挫死你 我都不信就不能說 那你港協有沒有做到這件事 你沒有嘛 是吧 你都沒有 那你怎麼證實別人是錯呢 那他不收你就咬他 是吧 那事情都結束了 大家都在鬥香港人的人工 那就是在那裡爭吵這些無謂的事情 浪費時間在那裡搞證據 我要贏到你 對香港有甚麼好處 對運動有甚麼好處 對市民有甚麼好處 對運動員有甚麼好處 是全部沒有的 只不過我要贏你 我高級過你 你不可以博我 那就是這樣 大家這些都已經看到了 這個兵協主席就說 你雖然 他好像是警隊來的 港協主席 就是四方面的主席 就說 他是 你好像審犯一樣 你當我們是監犯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這裏不是法庭的 現在是不是法庭的 大家只是拿資料而已 不停質問 在不斷有揭力嘗試過完成的問題上 即是 問到你錯為止 嚇到你害怕 很多中國的 叫你入訪都是這些的 嚇到你害怕 那麼很多呢 基本上是不入訪的 有甚麼公開談 大家都看到了 公開被指不尊重運動員的 會議錄音文字本 那麼別人有 有訪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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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好了 那麼最後是怎樣呢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呢 最後的結果呢 楊潤雄就說 我們的責任是確保 郭哥得到應有的尊重 這是我們港澳 即港澳 即港澳和每一個體育總會教練 每一個運動員 應有的責任 所以 會要求港澳 懲處兵協 即是你說甚麼都沒有用 我不會去查證的 我不會打電話去 主辦單位查證 你便不對 你罰他 所以沒有人會進政府 進來做甚麼 是吧 即是你兩個口 這樣不能爭辯 即是你不能夠做到 別人心服後服 蔡若年也是 昨天 飛去英國 世界教育論壇 即是跟當地的香港學生會面 有甚麼會面 那些學生是怎樣的 就是被你香港逼去英國 所以讀者說 為甚麼都沒有太多 很多外面的影片 Youtube 都是評論 香港官員 外方 基本上 你叫我去評論 我不會怎樣評論 因為他做過的事 就像以前周星馳那一套 即是無定向 喪心病狂 間歇性全身機能 失調症 傻的 你像大番鼠 過英國 過之前就吵架別人 你英國是混蛋 搞過BNO 違反你當時的規定 違反當時你的法律 我們不承認你的BNO 這樣就騙了我們的學生過去 你英國沒有錢 要不是搞來幹甚麼 一吵你 轉頭他飛去英國 接著說 投資香港 開心香港 香港復償 香港現在很開心 你是不是瘋狂的 你做過的事 根本左手和右手完全不同 好了 你看余偉文 天天吵架美國 你美國天天抹黑我們 人權組織 Killik Clark 你不抵得中國崛起 你們現在美國做黑衣 轉頭就飛去美國 接著 投資香港 香港很開心 香港復償 來吧 他都瘋狂的 我怎樣評論呢 你做的事是傻的 對嗎 等於我們說的反間諜罪 中國是 不斷支持民旗的 民旗是我們好朋友 然後轉頭就拘捕了 那誰來投資呢 所以不能評論 他是傻的 基本上你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所以你看到美國人很簡單 待會我們說台海你就知道 把槍子拉住你的頭 說夠完 美國人就是這麼簡單 把槍子拉住你的頭 不行吧 你把槍子拉住我的頭 是呀 不行你就打 那你就看見他閉嘴 閉嘴 是這麼簡單 說這麼多做甚麼 沒意思的 浪費時間而已 美國人從來沒有理會過你說甚麼 他是跟著自己的計劃去做 所以你叫我評論 我怎樣評論呢 他都瘋狂的 好似這條國殤之柱 我們都說過 喂 你不說我也忘記了這條國殤之柱 這條國殤之柱 你說會不會跟五四有關 跟六四有關 不奇怪 大家如果記得當時我們都說過 當時沒有社運的時候 當時香港已經在批准很多人 特別是黃毓民 已經在批准很多人 六四是怎樣 行禮如二 是他搞出來而已 他不搞的話 六四分分鐘已經玩完了 年青人來說 已經不再悼念六四 因為已經過了一個年代 過了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那時候幾歲 21歲 21歲、22歲 現在是30年後的事 你還想叫年青一代悼念六四 他都不知道是甚麼 是嗎 即是去到18年的時候 大家如果看回那時候的影片 我想有些是Youtube 還有一些 香港很多人已經在說 你正在做六四行禮如二 那還在做甚麼 只不過是因為共產黨再搞 那些人才會再看回六四 其實已經沒有人看 五四運動更加不好說 差不多是一百年前 我爸爸的年代 是嗎 是嗎 即是一百年前的事 是否等於一百年前的人去解決 是嗎 尹世宇說得對 即是日購侵華 或者侵略東亞的 是一百年前的事 那是否等於一百年前的人去負責呢 那你叫現在的人去負責 我怎樣負責呢 我都未出生 是嗎 問題是在這裏 但問題是你共產黨再搞之人 才解決出來 否則是誰去再看六四 難道六四還可以接下去一百年嗎 不會的 你已經過了 已經過了 是嗎 你說紀念活動會有 還有沒有人做這些事 是沒有的 是你共產黨再搞出來 你不搞這條角 即是國殤之主 其實我也忘記了 那很多就是甚麼 形式主義 我在Patreon上也說過 香港人發聲 對中共零影響 我在Patreon上也說過 我無意得罪某一些YouTuber 你堅持在香港發聲 即是我們只不過想說回 我們應該說的話 但我知道對中共是零影響來的 我自己知道 我經常都在節目中說 如果你四十多歲 你只是在香港浪費時間 真的 你在香港浪費時間 你看看一件事 搞一搞一搞 連李慧琼和何君堯都不算 他會一步一步拿走你的資源 你比李慧琼和何君堯 他們都不算 那甚麼時候輪到你呢 他都沒有資源 他都拿不到資源 何往你 我們知道你留在香港 你不要看自己四十多歲 其實你四十多歲 我在Patreon上也說過 很多我的朋友 九幾年移到加拿大 他一幾年回來的跟我說 我們在加拿大落地生根 已經當了 他就不要說了 但他的兒子 你看到根本整個鬼仔的樣子 他剛剛前幾年在加拿大也結婚 已經在落地生根 是 頭幾年是辛苦 但跟著你的兒女的孫子 是可以無由的 當然有讀者留言說 他的人是過去了 但他的心 可能還留著一些香港的模式 沒有問題 但問題我們在說的是他的下一代 他的下一代已經沒有了這些 我也不想我們的下一代 再背著我們這一代的包袱 有甚麼好甚麼 你還想你的兒女 背著這代的包袱嗎 快快快快的生活 有自己的事業 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人生 不要 是嗎 即是上一代的 恩怨 等上一代的人去犯 下一代的 等下一代的人去擔憂 讓他們快快快的做人 讓他們快快快的有他們 即是有他們自己當時的人生 不是很好嗎 你四十多歲不是很老 你去到外國 你只不過捱幾年而已 你還有五六年 我告訴你 人家賺錢 其實真的只有十年八年而已 很多人十年八年就賺了一輩子的錢 不奇怪的 你不要以為 我現在四十歲好像很老 其實不是 你移到外國 幾年時間你打好底 然後可能你做十年 以後你就可以退休 即是好過你永遠在 我講過很多次 我自己為例 我做生意 我一定會留在香港 我沒有錢 你就打死我 我沒有子女 是嗎 如果我四十多歲 我講過很多次 在19年 你長大的時候 我已經離開了 即是只要我年輕了十年 我就已經離開了 浪費我時間而已 我四十多歲的時候 還覺得自己不是老 即是你在香港發聲 你可以發聲 但是我可以回答你 你對中共是零影響你的 美國 給中共這麼大利益 他都不會看他這麼大利益 何況你 何況現在香港帶給他一點點利益 是絕對不會的 所以美國人很簡單 拔槍指著你的頭 拔槍指著你的頭 你不開槍就不行 不開槍就不要緊 那就一直劫到你沒有錢 那就抽乾你的錢 美國人就是這樣 那麼一枝乾了就是誰 一枝乾了就是 就是普京 你再支持普京的時候 你的錢都沒有了 現在馬上收兵了 百年未有枝變局 說完 三個星期都沒有 接著我投票支持烏克蘭 那我怎麼評論呢 我沒有評論的 即是你那個 飄忽搖擺不定 我評論不了 高智活就說事件很瘋狂 鬼魯一定是 這些情形根本不會發生在外國國家 是不會的 他一定會通知你的 坦白說一句 現在你告訴我 這條國殤之柱 有關的 國安事件是甚麼事件 沒有人知道 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 所以有些人說 喂 即是板主 你怕不怕被人動 他動了你 一條煽動罪已經減掉你 一條煽動罪就已經搞定你了 用甚麼用國安 是吧 一條煽動罪 整個東方可以拉去 整個東方可以拉 真的不是跟你說笑 煽動罪天下無敵 快必也是 很多都是 是吧 他要拘捕就拘捕 即是很簡單 譬如周小龍那些 他要拘捕就拘捕了 周小龍結束了 為甚麼不拘捕周小龍 其實他想你離開而已 他想你離開而已 始終周小龍也要做生意 為甚麼周小龍要離開呢 他始終都是希望品牌可以做下去的 即是 創立一個品牌不是那麼容易 希望在外國創立 亦都無謂跟你搞那麼多事 所以周小龍才離開而已 是吧 因為你始終是做生意的 他如果要拘捕周小龍 他說你煽動 周小龍在YouTube上說了多少話 潘卓鴻那些要拘捕 拘捕了你周小龍結束 還給你 帶錢走到外國 不會的 其實他根本知道你對他沒有影響 劇情需要 因為我們經常說一件事 是吧 你何俊仁說的就是劇情需要 說了一句 你說話憑良心 這樣防外施法工程拘捕了 現在聲音都沒有 不知道為甚麼 另外大家如果有記憑 天星小龍有個船長突然出死 那個出字不是出字 很多人讀出死的不是出死 即是你給你上司 即是出數就出死 那個是出字的 那個叫出死 這樣就 為下為商 以及子女 這樣就呼籲公眾捐款 我告訴你 現在沒有人敢捐錢給你 誰敢捐錢呢 如果在你老公的Facebook裡面 找到一個原來他是 黃絲的 這樣就糟糕了 是吧 誰還敢捐錢呢 香港這麼政治高壓 那這些通常都是甚麼 找公會 你看 公權會 都呼籲公眾捐款 正常這些是公會幫的 現在的公會自己 坦白說一句 自己都危危附 慢慢慢慢地 香港就不會有公會 所以問題就是 你香港人自己不保障 保護你自己的權益 每個人都只是向錢看 共產黨給你一點錢 然後我跟他做甚麼都行 香港人不是寫在共產黨 香港人是寫在自己人手上的 你看看蔡若蓮 蔡若蓮就很清楚了 你身為教育局長 你的學生一日少於一日 殺班一日多於一日 你還有面子做這個教育局長 你有甚麼 有甚麼應對辦法 沒有 甚麼都沒有 殺 然後回國內 還要給大家看看 然後回國內 受考察 受訓 學生一日少於一日 殺班一日多於一日 殺校一日多於一日 那你的教育局長是怎樣做的 他有沒有告訴你 想不想告訴你 也不是你們選我 這個大家都看到 香港的首長級公務員 每個月 會有一堂認識共產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每個月有一堂必想 首長級 首長級 紅的 大家看到紅色全部 我們之前在Patreon 也說過 5月3日 現在更加催促一件事 香港公文 用中文 不要用英文 為甚麼呢 就是令到你們的語文下降 令到你的語文下降 我告訴你 如果政府一直用中文的話 私人機構也會差 我們稍後看看印度 大家就會知道我所說的 你越來越跟世界偏離 當時香港就是扭向這個世界 根本就是中國衰退 香港未必衰退 因為香港是吃四方飯 你現在香港是吃市乎飯 為甚麼呢 因為大陸就是在香港的屁股 這叫做吃市乎飯 大家看看 中國就是在大陸的屁股 不過它很大而已 香港本來就是吃四方飯 中國衰退 對香港影響不大 為甚麼呢 因為全球生意 香港也有做 好了 但現在你只是 你把屁股 拎在後面 當臉向著中國的時候 它一衰退你就會死了 是吧 就等於 你香港的公務員 我不是說 英文和中文是否重要 而是 在外國人的時代 中英也這麼重要 大家如果記得 當時我們 年輕的時候 當時我們年輕的時候 坦白說 一出來工作的時候 多少個哥哥姐姐去讀英文 晚上讀書 不是開玩笑 晚上還去進修 對嗎 讀英文 其實中文也有的 我們那個年代 其實你英文很厲害 英文A到就不得了 是吧 但問題是 現在來說 你英文也不用太厲害了 你最主要用 用中文寫公文就可以了 我在節目裡跟大家說 最重要是讓你的子女 不只是學好英文 中英文也學好 最基本的 能夠溝通 能夠明白 能夠表達 最重要是這件事 因為你表達不了 是沒有意思的 待會我們說 說印度人的質素 比中國差 待會我跟大家分析 大餅強就說 降低警隊要求 是不是差一磅 就不能執行職務呢 我想立刻問局長 那你是否差一萬元一個月 就不能執行職務呢 我減你一萬元一個月的薪金 可以嗎 坦白說 規矩就是規矩 規矩就是規矩 可以有限制 但要有理由 這個不是理由 是不是差一磅 不能執行職務 喂 大哥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如果要殺人的話 只要殺一個人 我沒有殺兩個人 這樣也可以 那你警隊一年不加薪金 是不是不可以執行職務呢 也不是的 那不如今年不要加薪金 好嗎 可以嗎 都可以的 你局長三十幾萬個月的 少兩萬 但你不能夠執行職務呢 那少兩萬吧 那行不行 不行的 對不對 如果這樣的話 哪需要定規矩呢 規矩就不用定了 那叫人治 那不是法治 那叫人治 就是我作主 那叫人治 那我們說回一些世界消息 那大家看到 查理斯三世 星期六就做了加冕 令到我想起大安娜 當然 當時我們還年輕 剛剛出來工作 很短時間 那大安娜王妃就離開了我們 那你想想一件事 他兒子也這麼大了 現在 是吧 即是他的兒子已經這麼大了 你看到時間過得很快 查理斯怎樣說呢 現在的英國皇室 基本上對… 你不能說政治沒有影響力 但影響力是很低的 查理斯現在幾歲 是不是七十幾歲 應該有吧 查理斯應該已經七十幾歲了 那無論如何都好 他這個真是登基 不是開玩笑 他是King 查理斯三世 這是一個今早上Yahoo的大新聞 福布斯已經說了 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 已經是終結了 這是Forbis說的 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要送中 這是5月8日 這個Yahoo的轉載鏡新聞 Forbis指出 中國的工廠訂單在4月份 居然意外地下降 外資和中企 包括中企 不只是外資 都轉移生產地 什麼太陽能 那些科技業 晶片業 中國的失業率就攀升 富士 Forbis估計中國有9億人的勞工 很多是藍領 都是失業的 不是9億人的失業 是9億人的勞工 有很多失業 青少年買不起房子 打兩份工 供不起房子 應該說不是買不起房子 除非北京不賣產品給美國 或者降低企業赴越南設廠的吸引力 否則去中國這個浪潮 仍然會是現代進行 其實你看到一件事 你不知道中國整個國家在做什麼 之前以為自己有一個供應鏈 所以美國不可以離開你 他覺得別人不會打他 他覺得別人站著不動 你看到現在供應鏈走了 很多轉移到歐洲 印度 東南亞 你不見美國死了 普京更離譜 普京是想著 我不給你 天然氣 你歐洲起碼凍死一半人 一國沒有死 是啊 現在基本上跟普京賣天然氣 已經是少到百分之十幾了 過了冬天 什麼事都沒有 跟澳洲罵了 你不見澳洲現在死了 沒事 人家什麼事都沒有 你看到美國 人家什麼事都沒有 是吧 歐洲、英國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你不知道那些極權國家在想什麼 他是想著一件事 別人不動 我現在來打台灣 他只是站著給我打的 他想著這麼神怪 這樣也可以 所以哪有一個搞 沒得評論 第一個跳出來說的是誰呢 就是Tim Cook Tim Cook 現在馬上說什麼呢 Tim Cook 他是最頂級銷售者 你記住 好了 Tim Cook說的東西 在市場上有沒有效呢 你看到蘋果的股價就知道了 蘋果的股價 欠三元 就追回最高位了 那你就看到 其實蘋果的業績差不差呢 我們出了分析 蘋果的業績是相當之差的 但現在蘋果推銷了什麼專頁給你 他推銷了一個 Indian Dream 給你 蘋果現在說什麼 他說 我希望印度每人有一部iPhone 你不要理他一手還是二手 每人有一部iPhone 你不要理他iPhone多少 那你想想 那個生意額多大 一部賺你一百元美金也不行 那中國怎樣 中國都有增長的 不過我們再說回印度 Tim Cook引了你很久 傅士康這件事 他引了你很久 那大家想想一件事 Tim Cook特別說 在印度iPhone的增長是百分之二十 跟一般的國家 只有百分之五是多了四倍 你就知道Tim Cook在說什麼 印度是我們最大的市場 生意人不是就是這樣 其實是這麼簡單 那你想想一件 Nike 只要印度有三分一人 幫他買球鞋都不行 是嗎 你想想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聽過蘋果手機 進入了印度市場這麼久 有沒有聽過 說不可以遊覽什麼網站 不可以上YouTube 沒有 沒有聽過 沒有 大家永遠記住 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 你能進去 它可以去你 你不可以去 其實做生意是大家相向的 當大家相向的時候 其實生意額會大了N倍那麼多 所以將來的印度 做出來的GDP 是必定大於中國入世貿的人 肯定 因為中國 隔了很多 譬如說Facebook YouTube 全部都隔了 但是你想想一件事 你說印度會不會有限制一樣有 它要保護自己 但是問題是 至少現在你沒有聽到 說我上不了YouTube 在中國的蘋果手機只會上百度 只會上微信 你不能上YouTube 是吧 你的ROS 即是下載哪些東西是有限制的 但是你在印度沒有聽過 所以問題是 別人很清楚 別人很清楚 現在就變成了什麼 變成了印度夢 即是等於當年 中國十死一人 一人給你一元一死 現在印度 一人買一部iPhone 我蘋果也不行 你想想一件事 所有做生意的 都買一部Microsoft的Service 那你覺得會怎樣 每個人都用Office 你覺得會怎樣 每個人都用CheckAI 你覺得會怎樣 那裡有多少人 對吧 好了 中國現在就說 我不跟你印度 鬥人多 印度現在14.28億人 多過你中國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而已 自免 中國就說 我們重質不重量 其實意思就是告訴你 中國人的質素 是高於印度人的 很多小粉紅 很多左膠都出來說 印度人很低質 什麼叫做質呢 中國指的質是什麼 是不是一個瓶的質呢 因為質上的臀部的質呢 我告訴你 我在2001年 開始跟孟格拉做生意 最終2018年都在做 我告訴你 以做生意來說 無論男女 印度人 亦有很多印度人 跟我來過 上去中國 住幾天 大家一起生活幾天 我告訴你 一般 印度做生意的男女 無論英文 是很專業的 是很專業的 相反地我接觸過國內 說英文的那些 算了吧 忘了 真的 是很專業的 所以誰告訴你 印度人的質素 是低於中國 你先說什麼質素 他可能是說外國的 但我告訴你 印度人是很愛國的 真的 印度人是很愛國的 真的 當然還有這個 真神娜娜 其實他叫做 Lawmighty 在印度人來說 當他可以幫一個人 去扮喪禮的時候 其實在他們來說 是無償的榮耀 給錢也買不到 所以有人死了 他不用錢也幫你扮喪禮 為什麼呢 他們覺得可以得到很多福 所以如果你說 中國的質素 比印度高 那你告訴我 是什麼高 如果你說世界觀 英文 以我的認識來講 印度是非常高 如果你說寫program 電腦那些 根本跟中國是無法相比 你找一個杭州的出來跟他鬥 你真是不是開玩笑的 我告訴你 你所說的重質不重量 是什麼質呢 是嗎 那些小粉紅就瘋了 就出來 你印度那些 低等人 你就低等人 我告訴你 那你說印度有沒有民盲 一定有 這麼大的國家 那麼中國農民也是民盲 我媽媽也是民盲 是吧 這些不能這樣比較 所以問題就是 一句很簡單的 然後在網上被人宣傳 誰告訴你 印度人的質素低 中國告訴你 是吧 以前中國是很注重數字的 我們的數量第一 現在不能騙 就是世貿所說的 就說我重質不重量 你先說清楚你的質是什麼 是嗎 所以盲目跟這些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先說一些新聞 這個我就不敢說了 因為很多人說 中國的航母都是一些 訓練模式 擺設 坦白說 你說擺設是不至於的 其實 但是聽起來有很多 很多問題 就要煲水 煲48小時 有些讀者說不要緊要 當然要緊要 因為 別人打你的時候 他不會預先告訴你 你煲得水 別人也會打到來 是吧 這些是沒什麼意思的 現在美國人整架 就是核動力潛艇 你中國也沒有核動力的潛艇 好像核動力的航空母艦都沒有 是吧 你經常都說一件事 說核動力 我們中國最多核彈頭 那美國人就 美國人都不演 那大家鬥 我放了一個核動力潛艇在這裡 攜帶80個核彈頭 然後再派五隻進南海 因為海牙判了 南海不是中國 那大家鬥誰多核彈頭 你看到金正恩就收聲了 金正恩就收聲了 金正宇就收聲了 你看到中國也沒有發聲 美國人很簡單而已 拔槍指著你的頭 是吧 打 怎麼打呢 沒得打的 根本也沒得打 當日本和韓國 日本其實轉向美國已經不能打 你當南韓根本更加不能打 你看到現在金正恩就收聲了 金正恩和金正宇只不過是要保住自己的政團而已 怎麼會跟你賣命啊 你傻的嗎 你 對不對 普京 很難說 過多幾個星期 可能普京的收期也不出奇 如果普京一收皮 那是怎樣呢 那你之前資助普京那些 那些就化為流稅 為什麼呢 因為普京一落的話 你是不會知道在俄羅斯裡面發生什麼事 可能整個政權會失敗的 不奇怪 那你資助俄羅斯的那些就是付諸流稅 是吧 那些錢就沒有了 有傳在過去那一年多 現在俄羅斯每天要用的 每天要用的軍費 大約是七億美金 是一個很誇張的數字 就是說 過去那一年多 俄羅斯在烏克蘭事件裡面 已經用了三千億美金 基本上是超出了俄羅斯可以有的錢 那剩下的錢是誰給他呢 大家自己想想 這個反間諜罪 簡單說句就令我想起什麼呢 令我想起 即是香港說要做這個假新文法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一做假新文法的話 Yahoo 啊 Google 全部會走 一定走的 假新文法沒得做的 因為為什麼我會說你是假新文 是吧 我告訴你就是 我告訴你是假新文 拉德 是吧 所以你選擇反間諜化也是一樣的 其實有很多回到中國那些是支持共產黨的 很多你包括日本啊台灣那些 其實他現在回到中國是支持共產黨的 他不理你的 他的劇情是需要的 所以如果香港做假新文法是沒得做的 你Google啊 Yahoo啊 Facebook那些 其實是擠走的 所有的媒體都不會將那個 不會將總部 或者是將任何人手留在香港的 一定會走的 因為假新文法是沒得做的 我告訴你假新文 拉德 你看到俄羅斯 一推出的時候 就怎樣 Google 即走 即走 是沒得做的 反間諜化也是一樣的 你是假的 拉德你 有什麼證據 就不告訴你 這樣吧 剛才我們基本上已經說過了 是吧 現在看看烏克蘭這邊 怎樣說呢 你說 俄羅斯 即烏克蘭是不會輸的 你說打多一年 其實烏克蘭還是可以打下去 因為你後面的錢 但是你看到現在的普京 基本上已經是 虧得要自編自導自演 說烏克蘭打我 他打我 他欺負我 他打我 他用無人機炸我 坦白說 你不打人也會偷笑 是吧 對嗎 那麼 我都覺得不是炸連斯基做的 我也不覺得那條北溪二號管道 是俄羅斯自己炸的 這是多鞠魚 是美國人搞你的 美國人炸鞠魚 讓你歐盟不能回頭 對嗎 讓你將來還可以輸油 先炸掉你的管道 理睬你也很傻 所以你看到普京其實也是一樣的 全部都是失算的 對嗎 我不供應這個天氣給你們 你整個歐洲就做乞丐了 起碼凍死一半人 你看到一個人都沒有凍死過 因為不是只有你有嗎 大哥 對嗎 我中國不供應任何的東西給你 美國呢 你美國做乞丐了 美國死了沒有 沒事的 歐洲死了沒有 沒事的 澳洲有沒有事 沒事的 日本有沒有事 沒有 台灣沒有 沒有人有事 只有你有事的 是吧 他不會想別人會反抗的 他只是想一件事 我威風 我根據這個計劃 嘩 飄飄肉鮮 好像林鄭那時候 我多富有 我們國家不缺錢 是吧 好了 就快要缺錢了 快點走了 來喝吧 就是這樣 最後就是什麼呢 最後就是死了一些人民 這個我不知對這個HOME DEPO有沒有影響 有些囚犯證實 這個Milkwai Milkwai 那個手套是在中國的監獄裏面做的 很多讀者都有點誤會 就是說 是否新疆棉就BANG 不是 是新疆棉而牽涉到強迫勞動的BANG 就是說 你是新疆棉 不要緊 你要證實你不是強迫勞動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新疆棉不是一定強迫勞動的 但是問題是 你沒辦法證實 難道你問棉花 你是否強迫勞動 他不會回答你的 是吧 所以問題就是 最重要是 不牽涉到強迫勞動 我不知道對創科 或者對HOME DEPO有什麼影響 其實他也不知道 他怎麼知道你是強迫勞動 他也不知道 是吧 不過 你通常都是假設他對 另外 我們之前說了很多次 說台灣 會將香港人移台的規定 由一年加到四年 而有中國背景的更加加到六年 台灣的六委會就說 尚在評估 就是說台灣有想過 他沒有說是假新聞 他只不過告訴你 尚在評估 即是告訴你台灣是有想過 沒有說不是 我想很多在台灣的香港人心中有數 要不就離開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去別的地方 因為 四年後他也未必批理 四年後也未必批理 大家這幾天都聽到很多YOUTUBE 加拿大的華裔議員 Michael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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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浩 就說給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的重培母 威脅他在香港 應該是他的親戚 簡單說句就叫他閉嘴 不要搞那麼多事 坦白說句 這些我們經常都聽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中國的地方 但是這個相當過分 為什麼呢 好像說他在香港的家人 其實坦白說句 都是很疏的 根本跟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也受到騷擾 但是暫時還是安全的 加拿大就說 他們就要求杜魯多 去正視這件事 加拿大也說 考慮驅逐中國的外交官 但是你說杜魯多會不會做呢 很難說 我真的不敢猜這個人 什麼他都說見不到 我見不到啊 我看不到我不知道啊 這樣 都可以的 很多都是 現在已經說出來了 他爸爸的基金都是收了中共的錢 所以這個問題呢 在加拿大來說 他很多事情要跟著美國 即是美國做就做 美國不做就不做 那就是中國最厲害的 那就是奉陪到底 如果你要趕外外交官 那就是抓他們兩個人 最多是這些 這些事情是對美國沒有效的 對加拿大那些 坦白說 經常都會 對加拿大經常都會這樣做 其實最後一個結果就是 中國是回到毛澤東的時候 即是我跟你完全沒有外交的 就不怕你會抓到我的人 坦白說一句 你現在在香港 你想找一個鬼佬抓都難 我有時候在香港 三四天 出去外面走 我都看不到一個鬼佬 即是不是南亞裔 金頭髮 三四天我都看不到一個 日本人我一個都沒遇過 南韓人我一個都沒遇過 幾年我都沒遇過一個日本和南韓人在香港 九幾年代 那時候通街都是日本妹 那時候通街都是假的 最尾就是尹錫月 岸田文雄 立即去見尹錫月 大家開了會 韓國和日本有很多合作方面 軍事 科技 你看到它整條鏈都齊了 下面就是日本 跟著韓國 跟著台灣 跟著韓國 整個類似三個型的東西都齊了 在科技上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良好的組合 為甚麼呢 因為有很多東西 日本需要韓國 韓國也需要日本 這次尹錫月 可以這樣說 令到我跌了眼鏡 我猜不到 是從尹錫月開始 就完全親美 尹錫月 最初上的時候 是即見習近平 但見完之後 都被人玩了 見完之後被人玩了 就即時去 親美 你見到他說話很強硬 很強硬 尹錫月是出了我意料之外 我猜不到尹錫月這麼硬 其實韓國仔 有時性格很奇怪 我打過韓國人工 我覺得他的性格很奇怪 其實是一時時的 日本仔就不是 日本就像一堆蟻 日本人像一堆蟻 跟著走 他不會轉彎 他跟著走就是這樣走 但韓國人不是 韓國人其實是鼓劃很多 但今次尹錫月 真的出了我意料之外 在韓國、日本和台灣 如果三個國家 可以不計前嫌 大家發展科技和軍事的話 這是一個很強勁的組合 未必會輸給美國人 未必的 當然 對於鉗制中國來說 也一定會跟著美國的策略 大家看過這套就知道 根本上 在南海來說 中國不能動 如果三個國家 連成一線的話 你根本上不能動 在南海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回到130% 原來剛炒內銀馬破頂 不是破歷史股價的頂 其實是今年破頂 大家看看內銀股價和高位 基本上 至少都欠了 四成以上 至少 我以為不是吧 你想想想想 我們招行我們都要賣 你想想想 招行最高70元 現在最強的只剩下40元 都沒有了30元 它每年賺錢 每一季都賺錢 為何 為何股價只剩下 最高峰的時候 70元 現在只剩下40元 大家自己想想 好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我們講完這裏 27 接著會講起歷 Rocket Martin 和Info System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收費版 5月份 大家有興趣 美股可以訂閱 我們兩類的節目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大家記住 看我們Youtube下 完整資訊 快快手手 訂閱我們的後備 中國民心頻道 這叫做香港民心 你按進去 按訂閱 這樣就可以了 大家最好加入我們的PayTron PayTron的數目 如果再多了幾百 我直接在 租了PayTron的伺服器 我們Youtube 照用 PayTron 照用 PayTron 也可以開啟 坦白說 不怕Youtube不讓我們負責 不讓我們行動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祝大家星期一愉快 那我們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 by bwd6